王上登基都已经大半年了 可是这每个月进后宫的日子 掰着指头都数得清楚 这靖世房的差事一闲 太后难免会责问的 这倒难为你两头为难了 多亏有苏公公体谅 谁敢相信 堂堂就九五之尊 万人之上的皇帝 有朝一日也会被催婚催生所烦恼呢 今天就来看看雍正 面对连环的催生唠叨时 是如何巧妙解决的吧 夜色一身 雍正最新公务 正在书房埋头苦干之时 来了个靖世房的小太监 打断了节奏 苏培圣这边说来人了 雍正一听是靖世房的 就知道是为了生孩子那点事 一个小太监怎么敢来烦皇帝呢 自然是太后背后的命令 想到这一查 雍正就有点不开心 当场就挂脸了 不回应 这就是四大爷应对催生的第一招 装听不见 哪怕太监端着绿头牌跪着 四大爷一律装不知道 不听不看不说话 皇上 您这半个月都没进后宫了 要是今天再不翻牌子 太后一定会怪罪奴才的 皇上 哪来那么多话 顶头大佬这个冷淡态度 太监心里慌啊 脸上表情也皱疤了 一张嘴把太后搬了出来 试图用更大的领导来压制四大爷 这一招叫做戒指压人 借别人的事来办事 其实用的不聪明 用在有脾气的领导身上 只会激起对方更强的敌对态度 雍正心里怎么会痛快 他自己再怎么不对 也轮不上一个小太监 在这戒指压人啊 于是张嘴给了一句 哪那么多话 小太监被迫闭嘴 第一回合催生 小太监VS四大爷 四大爷胜 你这么忙着 可有关心三二哥的功课 前两天还查了他的功课 自识练得不错 学问上长进不大 前头的小太监刚摆下阵来 太后自己就亲自上马了 母子两个人开始谈心 做奶奶的关心的询问 孙子三二哥的学习情况 这个问题 皇帝怎么回答都不重要 因为这个问题只是一个引子 等皇帝回答了小孩子的学习之后 太后紧接着放了一个大招 拉对比 先帝有你们二十四个儿子 皇帝就不如先帝了 而膝下福宝 只有三个皇子 让皇额娘挂心了 拉对比这招 真的是太常见了 日常生活中 随处可见的对比 和同辈比 和亲戚比 比较的目的 其实是为了讲条件下命令 在这里 太后直接拿儿子和老公比 说皇帝不如先帝 生的孩子太少了 要是换作一般人 被当年说不如别人 只怕早就炸毛生气了 但拉对比的这个人 是自己母亲 生气把落个不孝的罪名 装听不见又有点窝囊 皇帝这里的处理 就很有借鉴意义 他直接承认了 对 我只有三个孩子 确实不如自己老爹 我是真的表现不好 让母亲您担心了 好 好